夏至,股市有称作夏至 是24节期内的其中一种 亦是股市民间四时八节的其中一个节目 自古以来夏至是用来拜神祭祖的 以求烧灾解纳 而这个夏至就源于我们公历的6月21日至22日 夏至有三后 一后六角解 这个时候六角上面的粗糙皮 就会相计脱落 形成一个新生的皮肤 二后雕蝉明 就是说我们的蝉 开始叫了 三后半下身 这个时候半下开始出苗 而这个时候处于下跪的分界线 所以称为半下 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 养生要顺应夏季的阴阳衰退 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的氧气 夏至和我们的心气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 会多寒 令到我们会心气缓散 中医也有说过 看为心之翼这个说法 即是当你不停出汗的时候 会耗损的就是你的心气 所以中医就会有 春阳光 春天养好光 夏调心 夏天就调理好你的心 秋阳肺 秋天养好你的肺 冬养肾 冬天养好肾的四季养肾法 那怎样为之羊呢 羊呢 其实是指体内内的体液 包括我们的血液 口水 眼水 和精液 内分泌 和油脂分泌 当我们体内的体液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机制就会开始失调 失去平衡 好似如果我们的瓶液 我们的血液 运行不到我们全身 我们就会有一个麻痹的感觉 我们的皮肤会干燥 干燥 继而会出血 每一个地方我们的口 会干燥 等等 继而会形成发热 血液 炎性的反应 尿的血液 等等 所以在这个下季呢 我们是着重于去鼠液气 知阴润肺 吃这些东西 燕窩呢 也是其中一个补品 所以如果肢气管炎 肺结核 老人家 有些慢性管炎 这些的人 都可以吃的 还有银耳 也有一个滋阴氧胃 新增润醋的作用 所以我们民间 就经常吃这种补品 接着就是狗忌 狗忌 是对我们肝肾阴虚 腰酸关节痛苦的人 有一个很燃烈益受的作用 那我们夏天呢 当然有很多 不少得的 当做的水果 好像李呀 提子呀 番石榴呀 都是养肺的 好好的水果 那以李为例 他有清液解读 潤肺新增 止咳化痰的功效 无论是生食 炸汁 煮 或者煮成一个高壮 都是对我们肺 肢气管 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功效 所以呢 我呢 如果是经常咳嗽的时候 我们都会吃个梨 去帮助我们肺 好多人认为 中风大多数呢 都是很低温的冬天呢 会发生 但其实呢 夏天呢 亦都是中风的高发的季节 来的 特别在夏至这个时分 因为夏至呢 是比较浩热多雨 空气湿度大 如果我们不顺应 我们的季节气候的变化呢 去调理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的身体更加因为这样去出汗 容易去损耗着我们的音笋呢 就会导致音规于前 所以呢 三高人士 即是高血压 高血脂 观心病的老年人呢 就要小心去过渡我们下跪 小心这个热中风 中医学认为热中风呢 是我的气血 滞留在我们的脑里面 当我们的惊气瘀室呢 气血运行阻失呢 就会形成这个热中风的了 这个病呢 通常就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因为他们的身体水份少 所以呢 会更加容易呢 产生这个损耗 如果你经常都是开着风扇 开着冷气 接着不停去吃三眼的东西 之后呢 出现头云头痛 或者半身麻痹 或者有时肢体无力 经常打哭露呢 其实都是一个中风之前的症兆 俗称小中风了 小中风呢 在医学上呢 是叫做暂时性的缺血 是突发性出现短暂中风的症状 通常24小时内 就会恢复的了 那呢 其实夏天呢 也都有一个的危机 那就是这个寒暑的时候呢 当我们常常贪量 就会开着一个冷气 那这个冷气呢 吹着你 那块面 通常呢 就会容易令到我们呢 会产生这个面痰 所以古人呢 已经在本书那里呢 曾经都有说过 千万不要因为夏天热 而不停去开着个风扇取涼 跟着那些风呢 就会入你那块面呢 就会形成你的面痰了 那风烂呢 也是夏季常见的一种皮肤病 通常呢 就是周围发的了 在皮肤里面呢 就会发出一些 空口啊 颈啊 背脊啊 或者是肚子 那这样呢 就会令到你好痕啊 凡寵不安啊 还有睡不到觉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夏天 濕邪离慢啊 当你本身个人又濕了 天气又热了 那我们人体有时候呢 又不是经常出汗了 那些汗出了 又塞住个毛孔 那濕的气呢 就会因为这样 那样呢 代謝不到积聚在身体 那呢 就会形成了这些风烂 那其实呢 如果要防止这个 濕邪入侵呢 通常呢 当我们出了汗 或者整个人濕了 下雨 弄濕了我们的衣服呢 就一定要定时 立刻更换 而且呢 去冲凉 而形成这个风烂呢 都可能因为我们的凉血 所谓凉血呢 就是说到我们气温高 地气热 我们人体和我们的大地同气相固 就是 就会形成这个血 凉血的了 那为了防止这个 我们的热血中暑呢 我们通常呢 都会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在中医学认为 瓜类呢 是属于冷凉性的东西 就好像黄瓜 丝瓜 南瓜 西瓜 那所以呢 我们夏天呢 通常都会吃瓜类 去做到这个消暑去湿 解毒凉血的 那如果真的夏天很不幸 有风烂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的中国呢 湖北呢 就生产艾叶的 那又盛传家有三年牙 囊中不用牢的言语 曼子都说过 七年之病 扣三年之牙 就是说艾叶呢 对我们的保健功效呢 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如果你有风烂呢 就可以将一些艾叶 放进水里 放些姜呢 形成一桶水 接着我们就浸肉 那就可以令到我们呢 滋润我们的皮肤 解毒的效用 那昨天都说过 夏日炎炎呢 夏天是最损耗我们的心气 那就会令到我们呢 容易吃肉不振 吃不下东西 或者有些人 吃完都会吐玩出来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的脾胃 阴虚所致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脾胃又不是说 多好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呢 就应该吃一点点 一些蛋类啊 但是呢 吃鱼蝦蟹 这些行性的东西的时候呢 都要加一些姜啊 酒啊 葱啊 你做一个温性的调料 去去一些食物的偏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吃点粥啦 虽然这些粥真的很热啦 但是呢 中医都认为呢 这些粥呢 是可以 醒皮开胃的 那就包括了 絲瓜啦 番茄啦 啦 米啦 薑葱啦 鹽啦 等等 那这样呢 就煮到它 明火八成熟呢 就可以了 之后呢 也都 有个汤啦 就是 红萝卜猪肉汤 那就是 青萝卜 红萝卜 蜜棗 猪肉 沉皮 那么适量呢 去煮 那呢 也可以帮到我们的心肺 那这么热呢 一定会失眠的啦 那中医呢 也都有推荐了四个汤呢 去医治我们的失眠 包括酸祖仁汤啦 酸祖仁呢 整睡 加水呢 就可以喝的 跟着呢 静心汤啦 就是 龙眼肉 加川挡心 用两碗水煎成半碗呢 喝了它对我们的心血 失眠者呢 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都可以煮些八盒啦 加一个蛋黄 再加一点冰糖 喝这个安神汤 都可以养心啦 安眠啦 振静的作用的 之后呢 我都会去分享其他短片呢 去介绍我们中国很伟大的二十四节气 小鼠 小鼠是7月6号至7月7号 我会在这个时间再公布的啦 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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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